各位无名高地的朋友,大家好,我是潘如,咱们又见面了,我们接着上回的话题讲,上回讲到了我组织了一次纪念灵灶的活动,这次事件对我的影响很大。 当时我们在宁岩山上,苏州警方是去了,国宝们和当地目督派出所都出警了,而且他的国宝队长还用摄像机把我们的整个祭奠的过程都拍了下来,本来以为这件事过去了,但是没想到两周后我收到了传唤的通知。 是他们到学校来传唤我的,那么我就被传唤走了,我还是有点经验,就是说他们来了之后我没有直接跟他们走,我说你们传唤证哪来,首先我是要看警官证,我说你们怎么证明你们是警察呢,现在骗子多,我也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警察,是吧,警官证,看了之后传唤证,我才能跟你们走,我假如被你们拖到荒郊营里,我知道你是什么, 后来我就跟他们走了,把咱们带到了这个目督派出所,去了我才知道,当天凡是参加这次祭奠的苏浙的所有公民都去了,包括袁老师,包括顾志坚,金银兄弟,还有其他的几位兄弟都去了。 那么,整个传唤就是24小时,其中也没什么大的内容,内容就是问来问去细节,他们其实都知道细节,都拍了嘛,是吧,然后问你是怎么组织的,我是组织者吗,我问的最多吗,我说她是我学校的校友啊,我是网上发的呗。 那么他们又问我,你怎么知道细织的,我说你这不废话吗,细织是我们校友啊,我们校看上都有啊,红色斗士细织,是吧,看你们共产党自己宣传的红色斗士吗,我来看看细织究竟是什么事迹,是不是你们宣传的红色斗士吗,她听我这个话之后,她就没再问了,她就问我细节,细节她都知道, 二十四小时完了之后,哎呦,送我回来,送我回来之后,我家属有意见了,是吧,你什么意见没回来,是吧,你去哪了,是吧,这引起家庭矛盾了,这个后话再说,是吧,前面的事情就是说,呃,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对我的这个教学生涯来说,就基本上宣告结束了,因为你不要再想教了,你你已经是等于走到了反面了,但是,呃,还有一件事情呢,它其实也是对我影响很大, 那它直接使我失去了在原来那个体制里面晋升的机会,就是刘晓波这个霍洛贝安这样的事情,因为我本来是苏书中学的团委书记啊,在平常眼里你看来,我都是可以亲云直上的,就是你是可以在他这个体制里面混得如鱼得水,你是又红又专,我教学本来也不差嘛,我知识面还是可以,读书还算认真,学生都很喜欢我的课,08年高考我是, 是我们班将军第一名,就我教的这个科目,然后,这个刘晓波,08年,我当时没看,他获奖我是知道的,他获奖之后我就在我的QQ私人空间里写啊,我是刘晓波第二,这也没事,但是我有个学生他受我影响了呀,我学生又在他的空间里写了,我是刘晓波第三,哎,这个事情就不行了,不能放过我,为什么? 我影响学生了,你反动派,你影响学生的这个事情,你老是不能再当了,是吗?你再当不下去,党国的学生全部被你策判了,所以这个事情就引起家庭矛盾了,对吗?我前期当时我们还在,没有分开,我们还是夫妻,他也是我在南师大的同学,我们有很好的感情基础,但是这个事情我们就逐渐逐渐就是, 由于价值观的一些不同,我们就逐渐分开了,但是话说回来呢,就是说这个,我对他们来说呢,是一个反面教材,就是他们校长要谈的话,就一定要预防我这样的人出现,为什么? 本来是他们,我们校长跟我妈讲的,攀怒我们是花重点培养的,那培养出一个反贼来,又共产党的逻辑话说,反贼来 我妈经历过文革,她很厉害,我妈,我妈一句话把她顶回去了,林彪刘少奇也是伟大领袖重点培养的,那个校长一听她不敢说了,你老太太这么厉害,我妈对我是个影响,她经历过文革 我的课教书生涯基本上就结束了,你课堂不能上了,我们校长还算当时的小子,还算是比较开明的 他说,潘主任,你这个课也不能上,看你这个思想也不是非常的正常,你就去修校室 我们学校古老啊,一千年啊,从北宋期间开始,你延续不断官学,经历过那个朝代他都不倒,太平经过被烧过一次 然后你去修修校室,看看什么人,你历史哲学都非常好,在我眼里都是非常好的,你去学校室去 你没事做嘛,我就去看书了,我就去图书馆,苏卓氏图书馆离我们学校很近 我们学校图书馆也没什么中学嘛,对吧?哲学都是马列,它没什么东西,唯物辩证 这个说实话我都学过,然后我就去图书士图书馆开始我的自学的一个过程 这个时间持续的将近有大概有什么三四年,五六年的期间 这个对我的思想体系的形成是蛮重要的,因为我看了各方面的书 国外的,国内的,国内的,知名学者的,还有国民跟知名学者反向的意见我也看了 今天就说到这,由于实验的关系 我的故事还要继续跟大家分享,谢谢各位,再见 观看